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我们全力支持冠淡人民反萨拉斯吸毒场的争议诉求 在此呼吁匹立州各组织团体 既维护环境安全 捍卫公民权益 既推动六四民主 热烈响应全国六四委员会的号召 出席6123号在彭恩巴洛举行的六四生会 同时也希望其他州属能够同步响应并给予支持 第二 对政府在还没有解决莱拉斯吸毒场 劳污山埃采矿事件 采经事件 却又在短期内引进原本在台湾 遭受台湾人民强烈反对着国光石化高染的工业 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 第三 对政府罔顾人民健康 护士环境安全 只注重短期的经济利益的获获让民的作法 我们表示分开 并坚决反对 四 我们强烈要求政府在大选之前 诺识有关关闭莱拉斯吸毒场 迅速解决劳污山埃采矿公害事件 并终止游泊州边加南高污染的石化工业计划 关于这样的我们匹利益反南拉斯的委员会 我们本身的这个组织准备是 抛招两辆巴车到出席那个6月23号的巴罗的那个申会 同时 我们也得到 匹利益反复色抗斗委员会 兼出两千块作为他们的打官司的费用 所有的法律基金